賴欣德的很多作為其實正在加速統一 他在政治上任用像沈柏洋這些人 去前置言論 把所有不利於民進黨的言論都消除掉 把好消息不斷地用洗腦的方式 去跟台灣民眾宣布 這會造成一個什麼結果你知道 這就造成台灣全體被弱化 而且被弱化的時候 台灣人還不知道 還以為自己很強大 賴欣德對對岸槓得越厲害 台灣民眾還越支持他 因為我們台灣明明就很強大 全世界都站在我們身邊 怕個屁啊 衝哪 然後這樣一衝的結果是什麼你知道 這什麼意思 就這麼簡單 所以賴統一同志當之誤愧 我現在已經開始忍不住想要懷疑 國台辦他是不是你們派來了 還是真正的賴欣德早就死很久了 這個人是老公那邊派人來化妝 是這樣嗎 大陸這邊已經有這種最新科技了 我真的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談 就是最近在大陸上流傳了一陣子的這個三個口號 一個叫川建國 我想大家都知道講川普嘛 那另外一個叫拜政華 也就是拜登 就是他反正他的一大堆措施反而激起大陸更奮發向上 可能更振作更強大 那現在我想談最後一位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最近日熟可熱 也大家很常提起 這個人叫賴統一同學 其實應該叫賴統一同志吧 那為什麼要叫賴統一呢 當然很多大陸朋友開玩笑 就是認為說賴欣德的很多作為其實正在加速統一 那這種講法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有另外一派的講法就會認為說 賴欣德怎麼可能加速統一 你看他520這樣的講法就是台灣跟中國一邊一國 他現在言必稱中國 以前蔡英文好歹還會模模糊糊的講個對岸 然後現在這個賴欣德什麼都講中國 就是反正台灣就是跟你中國是不同的國家 然後賴欣德又讓美國介入越來越深 你看顧力熊都自己就講了 他去管這個國防呢 最重要的任務居然不是去管軍隊 而是什麼 而是很怕AIT隨時會打電話來 所以他已經明白告訴你 台灣軍隊幾乎就是完全聽美國的指揮 就是把軍隊全部交給美國了 然後開始大手筆的花錢 去跟美國買更多的軍事預算 最近不是又27個軍火商連妹來台嗎 又在推銷一大堆東西了 台灣還有220億美元的軍火還沒送來 現在又要買新的 然後什麼時候會來 也沒人知道 賴欣德就是完全像美國一面倒 那拜登最近又講了 欸 當然如果你相信綠營媒體的翻譯的話 就是說 拜登又再一次挺台灣啦 又說如果 台海發生戰爭的話 美國會 就是出兵啊 會支援啊 如果你看到的是這些層面的話 你會覺得賴欣德怎麼可能促成統一 賴欣德一定就是要往獨立的方向去走啊 這樣子台灣一定是越走越遠啊 怎麼可能會越來越近 那我們也看到啦 最近董軍也好 那個粉身碎骨縮非常震撼 然後國台辦也好 大陸各個層面 對賴欣德都是口租筆伐 對台獨是不假辭色 那這樣兩岸之間越來越火爆啊 那這樣怎麼可能會形成統一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 賴欣德現在的很多作為 恐怕真的不愧賴統一同志 這個稱呼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分析 第一個 對賴欣德的520演說 他確實是講了兩岸互不立所 那反正我們這邊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對岸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管各的 那要協商可以 要物理共融可以 但是前提就是 用國與國之間的方式來協商來談判 那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兩國論啊 就是台灣要獨立啊 那還有什麼好談呢 對啊沒有什麼好談 沒有什麼好談不是比較好嗎 這什麼意思 理由很簡單啊 以前你在馬英九的時候 大陸是大哥嘛 台灣是小弟 台灣人小土地少 那所以大哥必須要讓利給小弟 你必須要滿足台灣很多東西嘛 所以台灣要這個要那個 大陸就鼻子摸摸好吧給你吧 這個給你優惠那個給你方便 誰叫大陸人口多土地大 總體GDP量高嘛 那可是呢蔡英文的時候 欸蔡英文說是大陸依賴台灣不是台灣依賴大陸 然後呢 講得隱隱惠惠 所以大陸不爽 然後呢就開始這個東西我們要校正一點 這個你這個有蟲啊有藉殼蟲啊我不可能要 那那個呢這個評管有問題我可能不要 然後蔡英文這邊跳腳但是沒有辦法 可是大陸也不會做到很絕 為什麼 因為畢竟兩岸還沒有整個撕破臉嘛 那蔡英文也至少懂得稍微隱惠 稍微走一點灰色地帶 所以就還好 也讓大陸覺得鼻子摸摸 有的時候好像你硬要打 好像又破壞了兩岸之間的感情 對外國人說你們不是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 怎麼中國人現在打中國人呢 因為畢竟台灣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嘛 那當然到賴清德的時候 他就不是這樣做 他就直接給你兩國 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台灣人都不想成為中國人 那這個對大陸來講是好事 為什麼 第一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魔咒解除 因為 對啊我們是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啊 可是問題是 他們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啊 那他就不是中國人我打他剛好而已啊 不是嗎 這是第一個魔咒解除掉 第二個呢 過去那些讓利可以不必了 人家根本不領情嘛 人家覺得都是大陸在依賴台灣啊 所以既然這樣好了 大陸要自立自強嘛 不要再依賴台灣了 所以最近134項 ECFA的這些優惠關稅 暫時先停了 未來應該會停更多 因為大陸慢慢看清了想通了 那這個其實是 賴清德對大陸的德政 因為他讓大陸解套 就不用再假掰啊 損失大陸自己的利益啊 去滿足台灣人 而且還被人家 有吃夠有吃 有吃又有拿 他佔了你的優惠關稅的便宜 還要把你當孫子一樣罵 還說你對他不好 你看這次就這樣啊 整個民進黨政府跟媽寶一樣啊 明明是大陸一直在對台灣 給優惠關稅在讓利 結果呢 現在好 我不想再讓利給你了 因為你說我依賴你嘛 那我不要再依賴你了 我停掉啊 停掉你就 那個陸委會在講什麼 不行不行不行 你們這樣就是經濟脅迫 我要輸租WTO 這種東西輸租什麼WTO啊 在講什麼啊 按照WTO的精神就是 我開放你也要開放啊 那我單方面開放你不開放 是你違反WTO的精神 你在跟我講什麼 WTO沒有任何一個規定說 大陸一定要讓利給台灣的 從來沒有這種規定 以後也不可能會有 所以 民進黨基本上就跟媽寶一樣 就是吃媽媽的喝媽媽的 依賴媽媽依賴習慣了 現在人家不讓你依賴了 不給你錢了 不讓你吃飽穿暖了 你就在那邊叫 愛杯救護 叫天叫地 就這樣子啊 這民進黨就標準一個媽寶 那這個對大陸是有利的啊 為什麼不用讓利啊 可以省很多錢啊 你可以用更少的錢 買到更好的水果 買到更好的其他的產品 合得而不為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大陸絕對是一件好事 那再來呢 對 民進黨講的跟真的一樣 好像要改善軍隊啊 要延長兵役啊 要成政戰啊 好像跟真的一樣 這樣子哇 兩岸就算 未來之間發生戰爭 大陸打起來也會很辛苦 也會犧牲很多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巷戰這種東西 你看以色列這麼精銳 打去加薩走廊 遇到哈馬斯這樣子 跟你每天遊擊戰 還是要死不少人 而且時間會拖很長 損失也非常大 時不時的 人家就幾個火箭彈都飛過來 幾顆手榴彈都丟過來 幾個IED就把你炸死 我告訴你 其實賴清德一個最厲害的一點 這是我覺得為什麼他是賴統一統治 因為呢 他講的跟真的一樣 我們抗中保台 我們要武裝大台灣 我們要什麼樣 跟美國買多少軍備 更新裝備 過咧 他什麼也沒做 我真的跟你講 他什麼也沒做 台灣飛機 連有機保的都很少 什麼時候會有預算下來 能夠改建 能夠去幫飛機建抗炸機保 不知道 然後呢 我們兵役是延長的沒錯 但是兵役延長訓練內容呢 真的很紮實嗎 你確定嗎 你去問台灣這些 現在開始入伍的這些義男 他們真的受到很紮實 很精實的訓練嗎 恐怕不是在外界所想的這樣吧 台灣軍中問題一大堆啊 奇奇怪怪的 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 然後呢 武器也沒有啊 錢越花越多 正常的人 我跟你 我花了十萬塊 跟你買東西喔 你第一批沒來 說有什麼困難 好吧我再忍 那我再付你十萬 總共二十萬了 我再跟你買下一批東西 當然跟你指明喔 你這次貨一定要來的 結果東西還是沒來 跟你講不行 我遇到什麼困難 你給五十萬 結果你再給他五十萬 他還是不來 台灣現在已經給了兩百二十億美金喔 還是美東一蘭 這標準的詐騙集團啊 不是嗎 然後最近這二十七個軍火商來 繼續要給 繼續要買 我給你保證賴清德一定還是會買 這個人在幹什麼 這個人在幫忙台灣消耗預算 把台灣的 這些軍事預算全部丟到水裡頭去 全部滿足了美國這些軍火商 而且這些軍火商 做台灣全世界 做台灣生意是最棒的生意 為什麼 你賣了一堆東西 拿了一堆錢 可是不用給東西 這好吧 厲害吧 有哪個生意比這個好賺 對不對 所以薛海啦 這些軍火商 所以一個一個來 那賴清德呢 他絕對不會告訴台灣一般民眾 反正誰去質疑賴清德 他就說你是中共同路耶 這個就是故意要破壞台灣美關係 都不准質疑 你看 台灣的這些民意代表 只不過是希望官員 接受質詢的時候不要說謊 他們就說你看 這個就是故意來搗亂的 這是包藏獲心 這是跟中共勾結好的 不就這樣嗎 那當民意代表 都完全不能監督了 那賴清德跟民意黨 在幹什麼鬼事 就不會有人知道 那所以 賴統一同志就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把台灣整個搞爛 把台灣的軍事整個搞垮 然後沒有人知道 然後台灣老百姓還跟溫水煮青蛙一樣 還在裡頭覺得 嗯 滿暖郭的 在裡頭油來油去很舒服 殊不知道 你們的錢都已經不見了 都已經被這樣莫名其妙花掉了 然後呢 現在在經濟上 你看喔 最近台灣股市一直漲喔 看起來好像好得不得了 好像大家都發了 現在在台灣網路流行一種言論 股市都上兩萬兩千點了 還沒賺到錢是誰的錯 當然是你自己的錯啊 誰叫你這麼蠢不會投資 別人都有賺錢 為什麼你沒賺錢 然後台灣可能很多老百姓 真的想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自己笨 我不懂得賺錢 看起來台灣好像經濟一片欣欣向榮 那可是賴心得不會去告訴台灣人的是什麼 台灣的實質薪資一直在倒退 台灣的物價膨脹越來越嚴重 然後呢 台灣的產業分佈越來越激情 你看一個黃仁勳來台灣 搞個旋風跟什麼一樣 好像台灣已經變成全世界最被重視的地方了 喊出來台灣是世界AI的核心 我們是全世界最進步 AI產業最進步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真實的世界是什麼呢 真實的世界 現在AI的發展 在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叫美國 第二就是中國大陸 第三台灣了是不是 不是 台灣排第26 這叫世界AI重症 那前面25名算什麼 前面25名叫宇宙無敵AI重症嗎 是這樣嗎 這叫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講了一副黃仁勳好像完全放棄大陸了 就只放在台灣 你見鬼了吧 他的H20晶片一改再改三改 就是為了想要讓大陸可以買 不就是這樣嗎 黃仁勳也直接講了大陸市場無可取代 但是問題是相信賴清德的人 相信民進黨的群眾 這些事情都不會知道 所以賴清德正在幫忙弱化台灣 讓台灣民眾生活在一種虛假的幸福感當中 覺得自己過得很爽 台灣一片欣欣向榮 完美的不得了 然後老共的這些演習都是指老虎啊 嚇不倒我的啦 你看24海里來 我們就已經警告驅離了 不是嗎 我們台灣人多神勇 可是很多台灣人忘記一件事情 以前是海峽中線 現在變24海里 以前是 甚至更早期的時候 是台灣的飛機飛到大陸周邊 那現在是人家飛到你頭上來 可是台灣這些青蛙 都不會有感覺 因為他在溫水裡頭泡得非常非常舒服 以前在蔡英文的時候 泡得就已經挺舒服 現在在賴清德的時候泡得更愉快 因為加溫了嘛 溫度更高了 更暖和了 已經完全像溫泉了 所以賴清德正在幫忙大陸做這些事情 台灣的產業其實 現在高度集中化 真正賺錢的都在AI高科技產業 可是問題是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正在被移出啊 很多被移到美國去 被移到德國 被移到日本 日本現在這邊 台積電也宣布啦 他們要追加第三個廠 這在幹什麼你知道 因為實際上台積電是名稱啊 台積電的真正大股東是誰 是美國 所以實際上那個是美積電 所以美國人要你走你就是走 所以當台積電 也就是美積電 真的走了之後 台灣還剩什麼 那就算這些廠要留在台灣 比如說揮達就講了 我們技術中心要設在台灣 哇台灣人一聽一堆都高潮 可是賴清德不願意告訴你的事 賴清德幫忙遮掩的事 是什麼 台灣沒有電 你建這些廠 你要這些高科技產業 每一個用電 都跟哥斯拉一樣 那個是非常恐怖的用電 台灣哪來這麼多電 無所謂 先騙再說 我們那個郭志輝 就是現在來當經濟部長這個 居然說 我們現在目標是用太陽能發電 來因應這個趨勢 太陽能發電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太陽下山 就回家睡覺 是這樣嗎 不然哪來的電 所以賴清德就是在這樣亂搞 他在政治上 他任用像沈柏陽這些人去前置言論 去準備成立綠色警備總部 去打壓台灣的言論 把所有不利於民進黨的言論都消除掉 然後呢 在經濟上 在軍事上 把所有的壞消息全部掩長 把好消息不斷的用洗腦的方式 去跟台灣民眾宣布 這會造成一個什麼結果 你知道 就是造成台灣全體被弱化 而且被弱化的時候 台灣人還不知道 還以為自己很強大 那 這一切會造成一個什麼結局 一切會造成 兩岸之間越來越衝突 因為台灣人越來越自大 兩岸就會越來越衝突 賴清德對對岸槓得越厲害 台灣民眾還越支持他 因為我們台灣明明就很強大 全世界都站在我們身邊啊 怕個屁啊 衝啊 然後這樣一衝的結果是什麼 就統一啊 就這麼簡單 所以 賴同一同志當之無愧 我現在已經開始忍不住想要懷疑 國台辦他是不是你們派來 賴清德 你是曠共之子嗎 你不會是從小從對岸由來做臥底的吧 我看我應該有必要去查一查賴清德的家譜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是 真正的賴清德早就死很久了 這個人是 老公那邊派人來化妝 是這樣嗎 大陸這邊已經有這種最新科技了嗎 我真的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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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